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所有动画作品中,每一个主角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属性 那么今天就要来说一说在国漫巅峰设定中的几个天才老者 这几个加起来绝对算得上是整个国漫的巅峰了 一,张之为 张之为是《一人之下》中的超权威老天师 在剧中的设定简直是全剧中目前已知的最高战略 但是自己却一直谦虚地说自己直播是一番不俗的 二,药老 药老是做过苍穹中消炎的老师 也是这个老者,所以消炎才会有如今的拯救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药老,就不可能有消炎 而除了教导消炎之外呢 药老也会是这个世界非常强大的老者 在剧中成为了消炎的超级大霸佛 三,欢都晴天 欢都晴天是胡妖小红娘南国片中登场的南国独皇 是剧中设定独霸一风的强者 但是别看是个毫不起眼的小老头 但是实力绝对是没的话说 一手惊艳的功法 一瞬间就可以让覆盖的万物失去生命力 四,葫芦娃,爷爷 葫芦娃的爷爷正经点的形象应该是无人不知的 在作品中的这个经典的形象 还有朗朗上口的台词真是一代人的回忆 而且在作品中爷爷只是个非常普通的小老头 甚至还不识字 为什么说葫芦娃中的这位老者实力超强 原因很简单 这位老者的强调记忆和一些发生的事情 让人不怀疑也很难的 好了,本期视频道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